首先要强大中国要打假 打假的手段就是量子电脑 区块链技术 记账还有统计数据 你造不了假 这就可以减少了商鞅 所有的育民的对中国人民的危害 中国人骨子里不打不去假 这个民族是没有救的 第二个 中国人一定要了解 中国人的历史和真正的实力 这种意淫 在家里面电脑上面就要打台湾 而且要捐约工资 还有说把老丈母娘给自己的压税钱 捐出去 你这种猥亵的这种男人女人 这太疯狂了 让他知道自己的实力 通过数字时代 然后呢 通过了解历史 通过媒体 通过这个高运算的AI和量子技术 通过一个没有控制的网络 这就是一个中国人走向 真正的文明时代的必然基础 没有什么力量 武器和一个神人 麦奥斯锅 麦奥斯锅 什么锅也不行 胡扯淡的 不能依靠人 得依靠制度 得依靠技术 那么数字化的时代 区块链是不可逆转 绝不可造假 绝不可传感 再加上一个新的量子和AI技术的诞生 所有想歪曲历史歪曲事实 不可能 然后就是媒体 让人说话 让人讲出心里话 讲出真相 那就是数字化的媒体 新中国联邦人 你如果你还想上的用侵略 用征服 用统治 成为新中国联邦人的话 那你就太out了 我们就是要通过今天利用时代的 这几大特征 数字化时代 量子技术 这个区块链媒体 还有一个数字金融 区块链金融 作为一个最大的动力 然后戳穿这世界上一切 百年千年的谎言 让中国人面对一个真实的 客观的人性的 自然的 无害的一个新的未来